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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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鬼 而且因为渣男类型多 所以你真的总结问题没用 你以前以为有钱的渣 结果发现没钱的野渣 你以前以为长得帅的渣 结果长得丑的野渣 你以为他是画画的卑卑画画的卑卑 没想到他是奔驰的野马和带刺的玫瑰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渣男 我真的给各位盘算盘算 你知道最早听到渣男是哪个圈吗 娱乐圈 后来你听说哪个圈出渣男 金融圈 你知道现在哪个圈吗 程序员圈 各位 程序员 穿衣服都对格子衬上极为专业的程序员都炸 怎么办 最后我跟各位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音乐稍微走心一点 然后 我跟你讲 这个这一般就是渣男的标志 这时候音乐稍微走心一点 你仔细想一想 你自己频繁被渣 你自己本来已经很委屈了 结果这个时候你身边还有人跑过来说 你怎么不反思反思 那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呢 这种语气不耳熟吗 你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跟你说 受欺负了 他怎么不欺负别人 就欺负你呢 你在街上 你在地铁上被人家骚扰 别人会说 那怎么他不骚扰别人 就骚扰你呢 是不是你穿得太暴露了 每次你已经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他们总能精确地在你身上 找到这些事情的原因 明明这些原因就是你运气不好 但他们却觉得 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被频繁地告知 这全是我的问题 我真的很想告诉各位 尤其是深陷制导题的漩涡中的各位 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任何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 一味地分析自己的问题 一定会陷入无尽的自责 我在高中的时候 得了一笔奖学金 我很开心啊 我觉得 大家应该分享这个喜悦嘛 我跟我们班 每个同学都买了一根雪糕 我得到的评价是什么 这个人就会炫耀 不显摆自己会死 我特别地委屈 我拿这件事跟我的朋友说 我的朋友告诉我 当然是你的问题了 如果你平时就能注意搞好 每个同学的关系 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我14年的时候 确诊双向情感障碍 然后那个时候 我跟一个同事说 那个同事说 当然是你的问题了 你就是因为太计较了 太小心眼了 太去嫉妒别人 才会得上这种精神病啊 那些时刻的我 非常非常的委屈 却又无限的自责 我从来不敢相信 这些事情 还有另一个解释 叫做我只是运气不好 坏的事情总会发生 但你永远归咎自己的问题 你就永远能找到那个问题 我在准备这道题的时候 我无数次地幻想自己 我甚至梦到自己 就站在当年那个 特别无助的自己的面前 他那么地害怕 那么地委屈 那么地受伤和自责 我特别想回到那一刹那 告诉他 坚定地告诉他 那些人是烂人 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其实特别能体谅 今天站在正方的一些人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了一个词 你们在想 那防范一下总没错吧 即使是坏运气 防范一下总没错吧 我要在这告诉各位 防范自己最大的坏处就是 你会怕 在下次遇到爱情的时候 你会恐惧 你会退缩 你会纠结 你会犹豫 我们明明在这儿 假设自己在分析问题 是为了遇到更对的人 但那个更对的人 就在你一次次退缩和恐惧之中 活活地被你错过了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你们担心那我浪费了时间成本 浪费了情绪成本 浪费我的感情成本怎么办 我记得薛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痛苦不是成本 失去机会才是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那个真爱 想遇到它 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勇敢地往前走 直到碰到它为止 我希望各位 都能贯彻一种爱情观 叫做如果要让我活 让我有希望的活 我从不怕爱错 只怕没爱过 谢谢各位 谢谢